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们都认为一个人的嘴巴是一个人的门户 而牙齿则是门户的食味 一个人的性格特征会在一个人的牙齿当中体现出来 一个人的身体状况也跟嘴巴有着很大的关系 牙齿不但会影响一个人的寿命 同时还会影响一个人的性格 那么接下来大佬带领大家一起从嘴巴看向的角度 来看看你的一生命相吧 牙齿与我们的肾相连属于肾的花朵 通过观察牙齿可以发现肾的健康程度 牙齿为骨质精 牙齿好骨骼就好 同时也代表肾气充足 如果牙齿过早的就松动了 其一是脾胃气虚 那么生活当中就是到手的客户也会溜之大吉 并且会影响到夫妻关系 同时也代表聚财能力下降 2.牙齿偏黄 牙齿偏黄色的人做事的行动能力强 为人固执 性格多偏横 轻微的能够包容他人 比较注重现实生活 没有高不可攀的理想 脚踏实地 对于爱情注重爱情的实际体验 喜欢和喜欢的异性黏在一起 喜欢身体接触与夫妻生活 这样的男人或者女人值得嫁娶 3.牙齿长得多 牙齿多与少其实与命运的关系并不大 牙齿多的是因为皮脂气不足 牙齿少的是因为皮脂气过了 一般情况下牙齿多的生活的动力不足 考虑现实实际就不够 轻易不肯相信别人 总是活在自我理念里 事业上多不如意 人缘而会出现问题 拥有的产业不多 4.牙齿长得少 牙齿长得越少的人 因为身体健康情况不好 牙齿过少的多少 因为病痛而形成 排除老年人牙齿掉落的 年轻就牙齿少的 多少皮肾不合所致 即使有了机遇也做不好 所以运势也就不够好 以前的人有这样的说法 牙齿长30只是普普通通 牙齿长28就会贫穷卑贱 如果牙齿少于28颗 而且又过小 牙齿又稀稀拉拉的人 则是可能会贫困孤寂 一生多不得志 并且生活水平不高 5.牙齿长得大 大板牙的人善于言辞 但不善于婉转形式 热心肠而不注重细节 往往能做出大事也来 但是手材能力不好 大牙的人体力充沛 有朝气 人际关系很好 但形式粗枝大叶不够细心 牙齿如果长得大而紧密 长得又直又多又白喜 这当然是最好的牙齿 他们不仅健康良好 事业顺意 感情顺心 和他们在一起的人 也会感觉到愉悦的心情 牙齿如果长得相当牢固 则这个人就会相对活得长寿 牙齿长得洁白经营 这种人身体健康长寿 个性开朗智能善良 破例经历都很旺盛 成功的机会自然比小齿的人多 六 门牙较大 门牙较大的人身体健康强壮 精力旺盛 积极主动 敢于挑战不畏艰难 大有气吞山河之事 但其缺点是只讲气势而少了策略 有勇无谋 只凭一腔热血一味蛮干 不懂得提前规划 缺少高瞻远瞩的谋略 所以有时候会吃大亏 尤其是理财投资方面 有小赚大赔的现象 应引起注意 七 牙齿较小 牙齿较小的人 给人一种小里小气的感觉 实际上这种人的性格 就是小肚鸡肠 凡是爱计较 心防重 爱钻牛角尖 再加上胆小怕事 所以整天郁郁寡欢 当然这种人又有别人无法企及的优点 就是浴室会冷静谨慎 力挽狂涛 令人折舌 所以不错的幕僚或副手人选 八 牙肉浸漏 张开嘴就看到牙肉浸漏 牙银漏筋 表示你与家庭缘分薄 在收入上也不稳定 男女相处不吵架还好 一旦翻脸 善于争执 口无遮拦 异伤爱人的心 九 牙齿不整 这种牙像给人一种心术不正的感觉 像术也确实有这样的论断 此人自私自利 并且为了个人私利寸步不让 再加上个性急躁 比较情绪化 所以很难与人有效沟通 人际关系很差 当然也不会有什么事业发展 如果不思悔改 到了中年也会每况愈下 所以要提前做好规划 十 牙齿突出的人 牙齿突出就是我们所说的爆牙 这样面向的人虽然富有行动力 但在背后愿意说人长短 性格太过任性固执 无论是在什么场合下 都不知收敛而令人侧目 所以牙齿突出的人 在社会上的人际关系不是很好 导致家庭运不是很和谐 女人最忌讳牙齿突出 报复心极强 克服的面向 十一 门牙歪斜有缺损的人 门牙是用于我们吃食物 首先切割的牙 如果门牙歪斜或者有缺的人 不讲道理 爱说是非 大多数的人都与父母亲的缘分浅 整个家庭的亲情都是很淡薄 这样牙相的人 在未来的婚姻感情上 都会有亲情的阴影 所以对婚姻不是很看好 总怕自己的感情不稳定 十二 牙外倾者 牙皆向外倾斜 突出在外面 如果闭上嘴就鼓起一堆 此种牙的人上面说过 性格凶暴会犯罪 特别是杀人 强奸这种残忍恶劣的罪 但这当然是极端的例子 只是极少数的朋友 会发展到这种程度 绝大多数是不会的 但无论如何 这种爆牙人性格较粗 喜欢随便说话饶舌 对什么都不在乎 夫妻之间会常常有口诀 十三 牙内倾者 与爆牙相反 向内倾斜的人仿佛塌陷下去 有这种牙的人 好性格的是为人诚实沉稳 沉默寡言 仿佛是个生活的旁观者 不好的话就是阴险 心里对什么人什么事有看法 有意见 但不表露 暗中策划对付别人 常突然袭击别人 或只是另外的人行事 他却不露行计 这是那种军师型的人物 千万不要得罪这种人 他是非常记恨的 一有机会就报复 还不止一次 十四 门牙分开 这位先生 门牙向左右分开 好像中间留开一条路 好让苍蝇随便出入 这种牙的人运气较差 与妻子感情淡薄 特别是出门走路时 要特别注意安全 遵守交通规则 否则容易碰上车祸 死在路旁 十五 门牙缺 一枚门牙缺了一块 相学认为 门牙是代表双亲的 这种牙像 预示着可能会和 双亲中的一个早离别 不是生离就是死别 如双亲健在 便会与当中一人分居 有些不喜欢 与公婆一起生活的女士 可能喜欢这种牙像 我们严肃地说 这种思想要不得 十六 门牙夹犬牙 在门牙的中间夹了只犬牙 我们认为 这纯粹是多此一举 六手指骚痒痒 多了一道子 因为多了这一枚犬齿 便破坏了本来不错的像 这种齿像的人 对不起 在作风上 是会有些不大老实 假若长相还较帅的话 受女性喜欢 就会成为花花公子 十七 门牙间巨大 这门牙远远地分开 仿佛互相都讨厌对方 势不两立 或者有一方患了感冒 另一方怕传染 远远躲开 这种牙像的人 把父母看成有传染病的人 而避之唯恐不及 是个不孝的人 不知为什么 当前这种牙像的人 越来越多 见者倒不是亲 看见了多少这种牙像的人 而是亲眼看见不孝的子孙越来越多 这种牙像的人自己也要当心 是一种短命的人 要是孝敬父母可能会转运 不知早死 不信你试试看 十八 门牙尖锐者性格暴躁 这门牙看起来便有点可怕 那么尖锐像钢钱 像宝剑 真是武装到牙齿了 自然这种人性格狂暴 相信武力解决问题 兄弟肩不合 为财产闹纠纷 也是一种反叛者的相 不会忠实于人 不会有知心朋友 十九 三门牙 这里多了一只门牙 一对变成三只了 多了一只牙 当然就要多吃许多东西 而定量不够怎么办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偷 因此这种牙肝的人 有的会有盗屁 既然要偷盗 便要防备捉拿 必要时先下手为强 所以这种牙像的人 也是会伤害人的恶像 二十 牙加小牙 两只门牙中间 挤进一只小牙齿 既破了两只门牙的团结 又使自己处于孤立 受邪己的地位 这是何苦来呢 但他是善者不来 来者不善 这种恥相的人 生性顽固又倔强 孤僻高傲 与人疏远 甚至亲戚兄弟之间 也没有多少交情 不说其他人 这种人要干什么事 会毫不考虑别人的意见 一意孤行去干 无论与好事或坏事 都是如此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转 dot com